欢迎回来 农历新年将近 沙巴州政府率先派发大红包 发放了1970万令吉拨款 给州内华校和华团 其中沙巴各类型华校 一共获得1350万令吉 沙巴首长南都哈芝芝 今天是在沙巴行政中心宣布发放拨款 州内的七所华中 九所独中 83所华小和142所幼儿园 都会得到资助 至于沙巴庙宇 则会得到529万令吉 发展和维修费 剩下的100万令吉 则是发放给当地华团 作为举办农历新年活动经费 哈芝芝指出 这笔拨款彰显了沙巴人民阵线 向来不分种族和宗教 而是关注人民的需求 并极力提供援助